此人才是收复台湾的第一人,比郑成功还要早六十年,却显为人知。 台湾,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地,但这块宝岛的命运却是多舛的。 在十六、十七世纪,中国的锅门被强行打开,外来的侵略者一步一步开始进行掠毒,而中国的台湾也受到了被侵略的危险。 那在当时是谁收复了台湾呢?不少人都会说出郑成功,没错,郑成功是民族英雄,他收复了台湾,统一了祖国。 而在比郑成功收复台湾早些几十年的时候,有一个人也成功评定保卫了台湾,这个人就是沈友荣。 沈友荣,自社红,出生在1557年,是明代的一位名将,他在少年的时候就立志从荣报国,长大后,他实现了他的理想。 在万历,29年1601年的时候,日本人进犯福建各个水战,截略巡逻船,当时作为福建地方长官的沈友荣奋起反击,升勤日本人18名,斩首12级。 日本人,日本人见状,不敢轻易再次来返,于是逃向台湾附近地区。 此战之后,沈友荣便在福建的水寨进行改建,修处防守的场地,并率水军在沿海地区沿阵以待。 在万历三十年,这些入侵的日本人在台湾建立据典,大肆截略,向老百姓收取保护费,施加强强,福建巡抚朱运昌深感不安,并派志勇双全的沈友荣率军保卫台湾。 于是,沈友荣率领24纸战船前去征脚,可惜天宫不作美,船队航行不久,再过澎湖时遇上了飓风,巨浪掀起,船队飘散了。 等待风平浪尽后,沈友荣积极了幸存的十四纸船,继续前行。 终于,沈友荣军队与这些日本人在台湾碰上了,两方展开了殊死搏斗。 据东凡戏记载,斩棘十五,而头水分逆无算,救回张权渔民三百余人。 最终,沈友荣所带的军队取得了胜利,明军登陆台湾。 这次台湾的收复,沈友荣立了大功,然而最终的赏赐竟只有六两赏金。 这是他第一次收复台湾。 1602年,荷兰东运部公司派维马郎,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中国。 荷兰侵略者企图侵占彭湖。 沈友荣亲自前往荷兰军营,慷慨臣死,凛然大意。 他的胆识让维马郎社府,率船队离开了彭湖。 彭湖危机就这样解除了。 彭湖的老百姓非常感谢沈友荣,为其述沈友荣欲退,红毛帆维马郎等的悲客,是公认的彭湖第一辈。 沈友荣,对台湾光复有着重要作用的一个人,不应该被别人的光芒所掩盖。 更多历史故事,请关注吴峰起面微信号,wsqn... 巴巴